这个菜就得先这么吃 一口大肥肉片一口酸酱 再来个雪肠 老下饭了 今天呢 给你来个东北的名菜吧 白肉雪肠 先把这个五花肉给它处理一下 用我的刮木刀 先把这毛给它刮刮 要影响口感 上面多多少少都带点些毛肠 正面刮一下 反面再给它刮一下 刮干净的 把刮好毛的肉给它擀下刀 擀大块 肉给它洗一洗 做个死泡 把肉先给它冷水下锅 把个大葱 再切点凉剑 葱姜八角 我给它煮一下 再来两根我们自己鸡的酸菜 这酸菜鸡了一个多月 好了 烤这个酸菜鸡 来个三颗 先把酸菜放下水 去下根 放在哪里 切完了之后用凉水给它偷两遍 如果说你要喜欢吃酸的偷一遍就行 如果说你要喜欢吃酸的偷一遍就行 不喜欢吃太酸的就多偷两遍 一遍有点酸呢再偷一遍 切好了看看肉 这肉应该就好 不能煮太烂了太烂不好吃 这样正好 肉捞出来了开始下酸菜 把酸菜都给它抖开 给它往里面下 酸菜下锅之后给它割点盐 放一点花椒面 外锅怎么又得来不到人 烧个大块的切 肉给它擀下大肉 要不要切 这小肉切完了 五花三餐 今天先切这两块 多了咱也吃不了 是不是 这就不少了 这就不少了 放碗 五花肉有了 怎么能没有血肠 放在粥锅 放在粥锅 把下午的五花肉再给它撒到边上 再炖一会 大肉片 老诱人了 肉片放了之后啊 咱们开始闷它 这个血肠 别厚放 放早了之后太老了口感就不好了 快要出锅的时候再放 这个太队灵魂呢就是逃了乱劲 来点酱油 就是这个味 开锅吃了 哎 行了 现场给它吓到里头 咱们再蒸个几分钟 出锅 肉片太多了 哎呀 哎 这个菜呀就得先这么吃 哎一口大肥肉片一口酸酱 嗯 再来血肠 老下饭了 还得是咱自己这个酸菜呀 真香啊 今天我就用个 冻豆腐 我家这个小鲜果 给你做一个 你没吃过的美食 嘿嘿嘿嘿 咱们吃 鲜瓜炒冻豆腐吧 再炒肉 哎呀小钱 可便室了 你知道吗 每次早上喝个粥啊 或者是当一个小菜啊 相当的哇塞 还真没吃过的 先把鲜瓜的给它改下刀 切成小丁 改刀先给它切成条 这个鲜瓜的得先泡一阵 这个健康现在不泡啊 太咸了 盖上刀里再给它切成小丁 切好的钉 装碗备用 豆豆腐再给它改下刀 给它剁碎 切碎点 乱刀 乱刀斩豆腐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卤水豆腐 自己冻的 豆腐这要豆腐 小蜂蜂眼相当的密似的 而且还戏 这个地方 装盘里头 这个菜别看都是 东北人 但是有很多我就没吃过是不是 肯定去 肯定去 再切两块肉 这个肉也给它改刀成小丁 你这一看就是食肉的母 同样切饼 那黄瓜切肉 所以那肉就成了 起锅烧油 下个肉丁 把这盐黄瓜 盐瓜吧 下了这个 把这生味先炒了 最后放冬豆腐 冬豆腐准备吸油 把冬豆腐都下了 干净了吧 这道菜呀 什么调料也不能放 炒的干拌的 焦黄的 不可以出锅了 哎 不可以出锅了 哎 不过 香嘛 下了菜我跟你说你就吃着这吧 咋咋香呀 这小冬豆啊 不管是晚上吃 当个菜或者是早上吃个清淡煮个粥 把它当小咸菜 烙香了 再来给我自己在 泡的有多呀 很多熟豆户的小伙伴啊都知道我们这个盒头员是开呆计时的 都问我还有没有别的吃法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另一种吃法 先取适量的盒头仁把他先给他炒熟了 这个盒头仁啊一定要小火慢炒 不能着急 他在炒的时候不能炒太熟 炒太熟啊 等你倒出来的时候他就该糊了 西温油 给他炒成这样 装盘 一定不能炒太熟 炒太熟等出锅的时候 他有余温他该糊了 接下来开始熬糖 锅里先来半勺水 再来一勺白糖 先大煮把这个糖给他化开 化开之后我们来转小火 这种情况就给他转成小火 这边要用勺子不停地往这撩 这一小糖啊能拉馅 糖就好了 就这种拉馅的感觉看见没 看 关火 在这先晾一会 把芝麻给他先扬到里头 试一下 差不多 温热不是那么太热了 把河头盒给他下来 给他快速的搅拌 让他炸满糖酱 糖凉了就变白了上面就挂着一层小糖酥 看见了吗 一个粒是一个粒是吧 这样啊 就成功了 一颗豆出来 冰盘 一个小菜就好多 这是老少皆宜的小鱼食 这种挂刷的核桃鱼吧 甜都还行 而且他一点都不沾牙 非常酥 非常脆的那种感觉 这个菜呀 不光是小孩喜欢 就是 男女老少通吃 老少介意 就是这个味 又甜又香的 来 大家会这回不知道咋时的可以回去自己试一下 方法都给你们分享了 再整不好 那就是你们的手艺问题了 这个方法分享完了 等有机会的再跟你们分享一下别的吃法 好